如果你黏老婆外遇 你都没有觉得很痛苦 我觉得你是提早外遇的 OK 大家好 今天是民国113年3月8号 我们第32次的直播 想要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 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 有人说死亡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事 既然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事 为什么安乐死迟迟无法合法化 其实安乐死的前提就是重病 或者是重残 而不是说自杀合法化 假设你都没有病 你就说我就是想自杀 生命是我的所有权 我要去自杀 那你就跳楼 又吃喝荣药 那就真的死了 可是你知道自杀不成功 有自杀罪 整个社会不允许没病的人 没事的人跑去自杀 这个到底背后的伦理是什么 逻辑是什么 我要再想想看 但是我们目前台湾社会 是容许重病重残的人去安乐死 也就是不放鼻胃管 不用呼吸器 不急救 然后自然的死亡 那这个在北欧是很平常的事情 他们几乎都是这样看待人生的 那台湾的这个慢慢转型了 现在也比较少要求说 权力救到底 台湾早期 每个家属都说权力救到底 现在都不会 现在都会提醒医生说 这个不要急救 不要用呼吸器 不要干嘛 因为我们对于人生的意义呢 这个是比较了解的 可是安乐死啊 是主动的行为啊 跟被动的行为是有不同的 在台湾即使是重残 或者是这个癌症 安宁照顾 都没有同意 用主动的行为让人家死 台湾目前是同意 用被动的行为 让一个人自然的死亡 而不是说我打个针 然后就让他走了 在美国有一部电影 而且是真实的事件 然后他在医院里面看到一些老人 然后他就主动的打一些药 让老人死亡 所以他认为他在做好事 他总共结束了一百多个人的生命 那这也是有罪 也是有罪 也就是主动的让人家走 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掌握自己死亡的权利 应该这样讲 应该说我们有一部分的生命权 是属于社会的 属于这个大我 不是像那种很完全自由的国家 或者说很个人化的国家说 完全属于自己的 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吸大麻 我今天要用毒品 我要喝酒 那这些都是我个人的事情 我也没有害到别人 那我从吸毒到自杀 应该都是我个人的权利 那比如说堕胎 我要吸毒 我要自杀 应该是我个人生命的权利 为什么被剥夺呢 我吸毒我也没有害别人 你说堕胎至少害一个小生命 那我要自杀我也害自己 那我不是拥有自己的权利吗 可是连这种事情 因为我们的人的生命权 有一部分是归属在这个大社会里面的 是大社会拥有我个人的生命权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 为什么说你全部的权利没有完全有呢 我问你 你今天在这个社会上生存 此时此刻 你穿的衣服是自己缝的吗 你吃的饭是自己种的吗 你喝的水是自己弄的吗 你的桌子是自己弄的吗 不是吗 你是借由整个社会群策群力 然后大家分工合作 才能够生活的吗 所以你有一部分的生命 是买来的 是借来的 不属于你自己的 如果你今天在山上 你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自己来的 那你决定要吃什么 吸毒还好 还是要怎么样 还要自杀 都是你个人的权利 可是你没有啊 你的衣服是别人做的啊 你的饭是别人煮的啊 对不对 那你就要被分享到你的权利啊 爸爸是帕金绅士症 他的孩子有过动症 那他们服用多巴胺药物是否类似 剂量会不会越吃越重 这样过动症的小朋友 会不会得帕金绅士症 首先呢 两个人都跟多巴胺有关 帕金绅士症 我讲一遍 我们大概有几万个细胞是制造多巴胺的工厂 在脑干 然后呢 工厂不见了 那没有人做多巴胺了 多巴胺整个不够用 所以他的行动 认知 感觉功能 一起变差 这叫做巴金绅士症 至于这个过动症 也是多巴胺不够用啊 但是是什么不够用 他是制造多巴胺的工厂 比较晚熟啊 他卖人家两三年 比如说 这个十岁的小孩 他可能只有六岁小孩的多巴胺浓度 他后来也会慢慢跟上 但是有时候到大学以后 或大学才跟上 他是发展 这个多巴胺工厂 发展太慢了 所以你在他卖的时候呢 你就补给他 那到最后会不会跟人家一样多 可能比人家少一点 但是也不会少太多 这样了解吧 小时候少很多 你补一补 到大学补上了 少人家一点点 这就是多巴胺的工厂晚熟 建厂建得慢慢的 跟台积电去美国建厂建得慢慢的 人家日本都要盖第二座的 美国厂第一座还没盖好 这个意思就对了 还有一种病叫做腿不宁症候群 腿不宁症候群就是晚上的时候 身体到处不对劲 所有夜晚所有不对劲的病 包含会磨牙 胃酸逆流 腿抽筋抽动 酸痛都是腿不宁症候群 夜间缺乏多巴胺 那是什么病呢 那是多巴胺工厂制造多巴胺的效率太低了 人家本来出货 比如说100件 他只出货60件 比较不会制造 制造效率低 到了晚上就不够用 所以这三种病都跟多巴胺有关 一个是多巴胺工厂不建了 退化死掉了 那就是巴基神症症 多巴胺工厂建厂太慢 别人家慢个两三年 那就是过冻了 注意力不集中症 然后这中间所有的人都有人遇到 晚上腿不宁症候群 不管是酸痛抽筋抽筋 这些多巴胺工厂制造效率不脏 有一个人在路上看到一个被人家丢弃的植物 那他想要去救这个植物 然后他就去用铲子挖了一个坑 那在挖坑的时候 他可能不小心担心会伤害到 土里面的微生物或者是虫 那有没有伤害到是不知道 他认为可能有伤害到 然后就耿耿于怀 然后就大哭 这个我们平常吃进去的食物 这里面其实就一大堆微生物 如果用血维基看一大堆微生物 那我们身体肠子里面的微生物 跟我们共生的微生物 是十倍于我们的细胞的 我们身体已经有50兆细胞了 可是我们身体共生的细菌 微生物有十倍的量 然后这些微生物跟我们共生在一起 所以你一直觉得你会杀死它 然后感到耿耿于怀 这算是一种比较极端的 佛教不杀生的想法 那你把它极端化了 我觉得这并不是伤害到生命本身 这让我想起一个病人 他有这个强迫症的想法 他的强迫症的想法是 他绝对不可以伤害到别人 那有一次呢 他去自助餐厅 这个吃饭 那他喝过的那个茶杯 去沉第二杯水的时候 那个杯口 去摩擦到那个水的下来的出口 然后他没有接受这件事情 他回去三天都不能睡觉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 他的口水可能会污染到这个出水口 然后造成别人的伤害 然后他一直过不去 他有这样很强迫的想法说 我绝对不能够伤害到别人 那跟你说 我去挖这个土 我绝对不能够伤害到土里面的生物 其实并不是有没有伤害这件事情 而是 你这个强迫的想法 没有办法饶恕你 因为老实说 我们都不赞成杀身的 但是你弄到这个地步 已经有点超过杀身本身了 你是一种强迫性的想法在作祟 我没有要去批评你或扁定你任何的想法 但是呢 如果这件事情已经造成你这么激动的情绪反应 你倒是要回过头来看看 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强迫性想法 我们的想法 有时候会变成一种迷信 我们的大脑应该是要开放式的 就像一个平台一样 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 每个人都可以发言的 那我们再去审视 这些发言呢 有没有道理 提供大家多元的思考 但是有时候我们又变成独裁制了 我们只容许一种想法在大脑里面置身 那就是大脑独裁 我们要变成大脑言论自由 那为什么有些人会这么强迫想法说 我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这样 为什么会有迷信 方恩师有一个想法很特别 当我们人 没有存在感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想法 我们生活像一杯水一样 很空白的 这个时候 即使是强迫性的想法 即使是迷信 即使是一些会限制自己的规矩 对那个人而言 有规矩总比没规矩好 有想法总比没想法好 有迷信总比没迷信好 有强迫性想法总比没有想法好 所以有时候会连住一些事情 来代表自己的存在感 先求有再求好这样子 那就脑袋堆了一些 自己不能割舍的迷信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是这样的 先把你的人生做大做好 才不会陷在这些坑里面 老婆已经外遇了 不爱她了 三个月了 很痛苦 如何加速的放下这样 那才三个月而已 哀到期至少也要半年 如果你连老婆外遇 你都没有觉得很痛苦 我觉得你是提早外遇的 老婆外遇了 你还心里暗爽 说刚好趁这个机会 可以离开这段感情或婚姻 而完全没有痛苦 连一滴泪都挤不出来 那就是你提早外遇了 你提早不爱你老婆了 那你会痛苦就表示你有爱 有爱的人是正常的 所以你已经三个月了 你应该再哀到六个月 那大脑把它当作这个纪念期 然后结束这个过程 不过你老婆到底是真的不爱你 还是没有不爱你 这个你要去确定一下 你不要有一些事件 然后就判了老婆死刑 好不好 有时候老婆只是没有满足感 不是只有性满足感 就是跟你的关系没有满足感 然后她被比你更优秀的 更有趣的人迷上了 一时的迷路迷途 你就判她死刑 如果大家都已经长大了 不是以前18岁在谈男女朋友的关系 那就可以更成熟来看 那如果你为了老婆的幸福 说 这个男生果然比我还要优秀 所有的能力外表幽默 关心我老婆的程度 的确都被我认可 我为了爱我老婆 我也愿意浪显了 浪显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先去确计这个问题 这是自己可以改善的问题 你就再看看有没有办法努力 如果先天上就输人家太多了 那你就为了老婆的幸福 愿意浪显 那也是很伟大的事情 所以把这件事情明确的想清楚 然后再经过六个月的哀悼期 然后结束毕业 结案这件事情 好不好 我的朋友在大学打工的地方 被老板性骚扰 糟糕的是 之前已经有其他被性骚扰 寄业 导致他平常是一个内耗严重的人 晚上常常睡不着 那你知道被性骚扰 不是被性骚扰这件事情 受到伤害 是什么伤害你知道吗 是对自己被性骚扰 被欺负 然后没有办法 事实的或者之后正确的反应 看不起自己 所以方医师的看法就是 你要帮助他 看得起自己 就是 把这些事情 该举发的举发 该举报的举报 就算法官最后判没事 他也为了自己去争取 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疗愈的过程 不要叫他吞下 吞下就是 好像叫他要承认自己就是一个 没有能力 自甘堕落的人 这样子的吞下会毁掉他的人生 这样知道吗 帮助他看得起自己 人可以一时脆弱 但是人不可以一辈子脆弱 人可以一时无助 但是不能够一辈子无助 如果找不到人生方向 可不可以先摆烂一阵子 那我这要怎么回答呢 就先摆烂一阵子 好不好 就好好的摆烂一阵子 我跟你讲 放空以后 你有时候会有不同的想法会出来 就像睡个觉一样 这是我今天带来方医师的一个小画 我平常画就画这么大而已 你看 这个画颜色缤纷 也很舒服的画 背后很黑 可是前面很彩色 象征我们内心 可能内心很黑暗 外表很光鲜 这都任何意义都可以 反正你画得爽就好了 那如果你自己有一些小画 你就把它拍起来 用手机拍就好啊 传到这个我们的 未来健康研究院的 观众投稿的平台 那我们中间觉得不错的 就可以跟各位分享 也不用讲你的名字 要讲你的名字也可以 你都可以著名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各位 想要从医学的角度 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 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 我们下一次的视频 我们下一次的视频 希望开启小铁 我们下一次的视频 谢谢大家 前面 从这个视频 的视频 我们下一次